财经交点来关心 本周四就是联准会利益决策会议了 全球股市恐怕会波动相当的剧烈 法人也发现外资在台股 提前开始进行避险操作 全球超级央行州三大法人 持续观望联准会动向 当外资却以均额交易39.61元 买入交易冷门的 元大美债20反应ETF30.5万张 不仅成为外资买抽单位数 及金额排行第一 外资卖抽金额也大幅缩减至51.3亿元 引起市场一阵热议 外资买这个所谓的ETF债券反的用意 我们认为主要是针对 这礼拜联准会会议 他认为说这边的互币紧缩的态度 会比较偏紧 债券值率会上涨 然后债券价格会回跌的这个情况 去做这样的避险 第一军投顾董事长陈宜光 进一步分析 这笔交易金额近40亿元 推测是大型机构 在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前 获利了结 调整部位可能性高 随着美债价格回跌 外资也趁机趁街 进行对冲避险 从交易券商来看 则是由凯基台北分公司来买进 不过外资在现货市场近三个月 合金买超超过500亿元 反而因此人对外资操作 持正向看法 年关进他把货利了结实现一些利益 然后这两边的法人做一些对冲 操作上来看外资并不看淡太过 因为他等于说他希望 在整体的一个总额来看的话 他比较偏向是一个净买超 尽管如此美国长天期公债殖利率 也出现数月来最大单周涨幅 加上市场对联总会货并紧缩预期 暂时与股市的资金流向 都将持续牵一把动全身 记者罗富茨林秋强台北采访报道 再次准备